蔡斌总决赛前喜雄天降 中国女排最大劲敌崩盘溃败 意大利大麻烦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阿三 众所周知那么中国女排目前的正在土耳其进行认真的备战 接下来按照日程的安排呢 我们在14号晚上8点将要打响面对意大利女排的比赛 对于中国女排而言那么这场比赛呢其实非常的关键 赢了我们就能够留下来 继续向前迈进争取获得总冠军 输了就只能够了收包袱回国了 所以对于我们中国女排而言的话目前来看呢虽然说这个对手很强大但是不管如何呢 我们都要争取在是对方的身上拿下分数 争取获得半决赛的席位 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其实中国女排目前去面对意大利女排呢我们目前的实力呢其实是不弱的 虽然他们的主力核心爱格努的那些人呢已经回归那么对整体实力有一个提升 但是对于我们中国女排而言呢我们本身的世界的排名呢就比意大利女排要靠前 光是这一点就已经证明了中国女排传统那个底蕴跟实力呢就不会比意大利女排差 所以光是这一点对我们而言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充足的信心 只要我们在这场比赛能够正常发挥打出我们的实力啊完全是能够有希望的打败对手 毕竟从此前三周的比赛来看中国女排很多时候输给美国日本的 或者说甚至是输给泰国呢我们不是说实力比不上对手而是因为呢我们很多时候在上场的时候啊不少球员都是比较紧张 大家是有包袱有压力在了所以没有能够发挥出我们全部的实力 最终呢没有能够获得好的成绩 所以在这场去面对意大利女排的比赛当中中国女排能够保持一个好的心态 能够以更加轻松的状态上阵呢这场比赛我们是有希望能够在意大利女排身上拿到胜利的 那么从目前来看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呢在中国女排啊即将去面对意大利这场比赛到来之前呢我们也是收到了一个很好的消息 这个消息是有助于我们在接下来这场比赛能够更好的放宽我们的心态去战胜意大利女排这个对手 目前根据媒体的报道我们可以看到呢中国女排另外一个非常厉害的夺冠禁敌也就是 日本女排这个巨大的黑马呢在近期为了提升他们的状态也和东道主土耳其 女排安排了两场热身赛 只不过呢从目前的表现来看的话日本女排这个被视为我们中国女排最大劲敌之一的一个对手呢在本场比赛当中也是接连溃败崩盘 可以说让很多球迷大跌眼镜 从这一次的报打来看呢那么日本女排呢在第1场比赛是1比3呢输给了土耳其 第2场比赛呢没有打满4局最终的是1比2呢输给了土耳其只打了3局 那么第2局呢之所以这样的话也是因为日本女排想保存他们的体力和实力所以最终呢没有把比赛打完 当然其实即便是比赛没有打完但是最终的结果已经说明一切就是 日本女排在这一次的热身赛当中呢 没有能够挽回第3周连败的一个颓势在这一次继续输给了土耳其 确实是受到一个比较大的打击 对他们后续在这一次整体的争冠旅程当中呢也会是一个不好的因素 所以其实对于我们中国女排而言呢这一次在看到了日本女排这一次接人崩盘溃败的话 对我们而言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喜讯 之所以这么说呢是因为本身呢日本女排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劲敌那么对方惨败的话 接下来可能在半决赛当中呢以这样的状态就有可能输掉比赛 而接下来呢那么一旦他们输掉比赛就彻底淘汰那么中国女排在后续的真诚呢 就不会再遇上日本女排这个劲敌那么对于我们而言呢就有希望扫清了真冠路上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敌人 那么这一点呢确实是非常值得开心的 另外一个的话还值得关注的就是呢如果说日本女排接下来的整体的一个成绩受到打击了 那么我们其实接下来就不会有太多的一些压力 接下来就能够以更加轻松的状态去上阵 加一来呢就像刚刚我们开头所说的中国女排一旦能够有好的心态好的状态去迎战意大利 女排的我们是完全有希望能够拿下对手的 所以啊接下来的话对于我们而言的确实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争取能够发挥出比较好的状态拿下这个对手中国女排加油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